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儿帮我签署了五万银钱 我多给三千两给阿姐 估计够她用一段时间了 若阿姐的银钱充足 短时间内 她应该不会去钱庄支取 她的银钱 目前这个情况 只能在大小姐未知条款之前 夺回财政命脉才行啊 夺回财政命脉 让刀主夫人签署 家产转移切结书 将家产转移到你的手上 这家产切结书不欠一罢 这家产切结书不欠一罢 夫人 陆老爷这次看起来 可比上次精神好多了 是啊 我也宽心了不少呢 云婉希 那日后 我寻了您多次 都找不见您 我知道您认识我阿娘 您能不能告诉我 您和我阿娘是如何相识的 还有 我该如何称呼您比较好 我以前叫董宝珊 我现在叫董双喜 你阿娘她对我有恩 今日我作为常者 我特来提醒你几句 你在刀主府 切记万事顺着话语漫 别惹恼了她 尤其在她面前 不能提起你阿娘 这是为何 因为 她对她母亲的遭遇 一直耿耿于怀 你若提起 我怕触及她的伤心事 令她想起死去的阿娘 她虽不至于狠辣 但逼急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董叔 您为何 对岛主府的事情 这么了解啊 你就别问了 我已经死了 董叔 已经死了 董叔 夫君 人呢 奇怪 夫君今天应该不用去画间阁啊 这个画像里的人 好熟悉啊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呀 是他 走吧 月儿 你怎么在这儿 是不是想我了 不是 我是有个古怪的问题想要问问你 夫君 前些日子 我遇到我阿娘的一个故友 叫董双喜 她明明活得好好的 却跟我说她死了 董双喜 夫君 你应该知道她的 她原名叫董宝山 我记得 她原本是街头无赖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救了我父亲的性命 父亲把她带进府里 父亲病逝之后 她便离开刀主府了 刀主 为何突然要去找她 她不是才来要过前吗 属下都去 这是刀主 我 您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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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街上 和岛主夫人偶然碰面 你有没有告诉她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说 凭我几个胆 我也不敢出卖岛主您的 若不是你贪心不足 拿遗嘱一事要挟我 我不至于伪造你病逝 让你隐居山林 藏匿起来 再者 你与我母亲对着干 暗中帮助我父亲寻找云婉西 我母亲才因此寒恨而终 岛主 家宁公主寒恨而终 这者可怨不得我 我父亲会纵容你 我可不会 我让你留在花间岛 已经是我最大的人词了 岛主 拼我安身之处 三不五时又实施我生活上的文件 已是对我最大的福分了 这几日 我给你背条船 送你离等 你永世不能回花间等 这 刀主 刀主 我 你呢 最近我头疼得厉害 阿姐 你怎么了 也许是我许久没有去祠堂祭拜母亲了 昨日 我梦见母亲对我生气 起身之后 我的脑子里总是回想起云婉夕这个女人 然后我头就开始疼了 云婉夕这个女人 祸害母亲不够 连我都不放过 真是阴魂不散 阿姐 云南 这是最后一道菜 膳房的厨子难道都是摆设吗 你一个堂堂岛主府夫人 成天干这些粗重活 成何体统 我 月儿在府上闲来无事 她爱下厨 不 让她做便是了 尝一尝 好 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阿姐 你喜欢就好 明日我要去祠堂祭拜母亲 你嫁进门之后还未正式见过母亲 也一同前往吧 好的 阿姐 母亲 今日过来看您 是想告诉您 一难成家了 今日带着她的夫人过来给您过目 您泉下有知 再也不用为我们操心了 一难和父亲不一样 他懂得疼人 懂得惜人心 不会在下 母亲 今日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脑子里一直回想起那个女人的身影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夫君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母亲 您放心 我一定会谨遵您的教诲 协助一难将岛主府管理妥当 一定不会再出现像于月 一难 你干嘛 二姐 你和母亲说的话 母亲都听到了 你让我和月儿 跟母亲说会儿话吧 倪满小姐是变成家了 一战 你还没听到 你看到我会儿啊 你还要到家了 我又要到家了 你还要到家了 你还要有家了 你还要到家了 你还要到家了 我还要到家了 这边的家里 不得空 你想去哪儿 我陪你 夫君 你掌管花间阁 一定很会做菜 你能不能 做些好吃的给我尝尝 那又何难 大小姐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许久未见王庄主 专门来问候一下 顺便想问您一件小事 敢问何事啊 前些天 我叫平儿来你这儿调用一些银钱 你却把它支了回去 这是何意啊 原来是这事 大小姐 难道 岛主没跟您提起过这事吗 什么事 以后 岛主府所有银票支取 必须由岛主夫人亲自签署 才可支取 什么 若 大小姐您想支取银钱 可让岛主夫人 签署新的签票 再来另取 在哪里 买 肯定的签署新的签署 如果让你吃吧 金带署新的签署 都可以吃了 一个 安全的签署新的签署 才能展现出我下厨的功底 那是什么 炒鸡蛋 你不要小瞧这个炒鸡蛋 这里面学问多着呢 是吗 附近 你需要给我炒鸡蛋吗 来 来 你把刚刚的都忘了 我希望在你眼里 你夫君是无所不能的 对对对那是油 月儿 你没受伤吧 没有 这是火先烫了一下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会挡在我身前吗 没有 刚刚不是身体不由自主地冲出去的 是我怕你受伤 月儿 怎么这么多烟啊 大主 大小姐请你过去一趟 知道了 做了什么呢 月儿 我待会儿让府一 过来给你瞧瞧 看看有没有烫伤 不用 我没事 听话 好 阿姐 你找我何事啊 你银钱用完了 绣房 绣房出了很多新的衣裳 我当然得捧场了 先不说这个 你给我解释清楚 这是什么情况 我 像你了解的情况一样 我把岛主府的财政大权 交给月儿管理 我们花家的财产 为什么要交给一个外 就算陆月儿嫁进我们花家 那他也才过门没几天 这么快就把如此重要的事情 交给他管 难道不会为时过早吗 之前 岛主府的财政大权 不也在母亲手里吗 这一直是花家的传统 你 你别跟我拿母亲说事 咱们的母亲那可是家宁公主 陆月儿那一记草民 能相提并论吗 我知道了 是他逼你的对不对 陆月儿看上去单纯不鞋 实则跟他的二娘小妹一样 都是贪图虚荣之人 阿姐 这是我的主意 你别乱猜了 我把岛主府的财政大权 交给月儿自有我的道理 她一向精打细算 我相信她能胜任 我不同意 难不成以后我花钱 都得向她低头请求 阿姐 我做了决定 就不会再改变 我还有事 先行离开了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呢 大小姐 又怎么了 岛主夫人的娘家人 又来闹了 正在大堂里闹 这家人还真是没完没了了 走 大小姐 我们好歹也是亲家吧 那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 你唬得了别人 可唬不了我 陆夫人 您其实招呼都没打 就过来找我 就是为了这件事 什么 这事还不急啊 我们家玉珍已经到了 试婚的年龄了 我们啊 也没有什么本事 只能仰仗 岛主大人 给玉珍安排婚事了 好 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令元出生不算富贵 长得嘛 哼 也就那样 是不可能有富贵子弟愿 与他相亲的人 你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呢 你们陆家人 都有相同的血统 善于攀高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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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同样都是你的闺女 凭什么她的女儿 就荣华富贵 我的女儿 就如此的落魄 我不管啊 你呢必须去跟岛主 说道说道 快去 快去 去 爹 这 我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要怕你用成的时候 有些个烂泥一样 扶不上墙了 二娘 陶楚大人啊 是这样的 既然大小姐呢 看不上我们家玉珍 那我呢 就不舔着脸 让您安排 玉珍的婚事了 但是 让玉珍啊 去花间阁 做一个差事 就是那种 跟达官贵人接触的 那种公职 总可以吧 阿娘 让我去花间阁干嘛呀 咱们这趟来 不是来给我招亲的吗 傻宝啊 花间阁都是有钱人 去吃饭的地方 你说你要是碰到有钱人 调个精分系统好呀 你 花间阁可不是想进 就能进的地方 可别破了花间阁的规矩 这事不难 我来安排 明日 你就去花间阁上宫 欢迎拿 还是我的岛中女婿办事爽快 多谢 行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告辞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道主女婿啊 这次谢谢你了啊 走 回家 新主 照顾好自己啊爹 知道了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呢 你们陆家人 都有相同的血土 善于攀高枝啊 阿姐的脾气你也知道 口不择言 她说的话 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嗯 没事 对了 夫君 你当真 要送玉珍去花间阁当浅厅长室啊 谁说我让她去当长室了 我只是让她去做上菜的伙计 这不正符合她的要求 能和达官显贵 多接触 福建你 对了 朝廷新派的御师上司 明日就抵倒了 你到时候 作为岛主夫人 好好陪同我一起接见 还要一起参观花间阁 你得好好准备一下 御师上司 嗯 那是什么 夫君 看来 在御师上司到来之前 我得好好让你了解一下 花间阁和御师上司之间的关系才行 花间阁是朝廷特赦的一个机构 最重要的职闹 就是给南乡国朝廷研发特色彩品 御师上司呢 是外部的最高级 朝廷每两年 会指派一名新任的御师上司 来监管花间阁的菜品安全 保证菜品的质量 并实时与朝廷沟通 所以这一公职呢 在岛内也是备受尊处 举足轻重的 那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按往常来说 能胜任御师上司这一官职的 一般都年近六旬 经验丰富 眼光老练 不然很难胜任这一重要官职 而我和御师上司之间的权力划分 就像左右手 实权在我手里 但明面上还要礼让三分 毕竟是朝廷派来的人 而你这只小手 抓住了 刀上最大权力者的心 夫君 这儿还有好多人看着呢 而且 我也没有交错称呼啊 这个花衣男竟然耍我 好丢人 快跑 好丢人 艳儿啊 本宫有一事要跟你商量 你看现在你已经回来了 这婚姻大事也该上上心了 得珍惜眼前人哪 多谢深厚关心 要不是当年本宫杂物缠身 吴侠照顾你母妃 你母妃也不至于那么早就离开了 深厚 您也无需过多自责 这儿 此事本身就跟您没有关系 对啊姑姑 您没有必要自责 归根结底 还不是当年宁皮娘娘吃了云氏做的菜才 好丢人 姑姑 改日再过来陪您用膳膀 小曼 我送你回去 好啊 那姑姑 华儿 近日你就留下来陪陪本宫吧 是啊姑姑 好 那儿臣 先行告退 彦哥哥 让你久等了 这个送你 当做赔礼了 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跟几个小公主 因为一串手练起了争执 结果被人留在哪儿 都在这里急得大哭 幸亏晏哥哥你及时赶到 要不然 我估计要到第二天早晨 才会被人发现 这手帘真别致 谢谢晏哥哥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你扭上了脚 我可是背了好久 才把你背到母妃那儿 也是到了母妃那儿才发现 我母妃中了毒 摔倒在地 多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晏哥哥你也不会耽搁 不怪你 要怪 就怪那个下毒的人 我 晏哥哥 我今天还约了叫西嬷嬷 我先走了 为什么一说到我母妃的事情 你就想走 以后啊 关于宁品的事 你什么也不要说 我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你没有告诉我 晏哥哥 晏哥哥 叫西嬷嬷还在等我呢 我先走了 晏哥 玉峰 去查查那个叫云氏的雏妞 属下遵命 阿桃 如果你有了喜欢的人 你会向他隐瞒一切事情吗 郡主 你对六殿下隐瞒了什么呀 你直接回答问题就好 扯别人做什么 应该不会 这世上哪儿有包得住火的纸 与其让他后来怪我 没有和他讲 还不如早些告诉我呢 干嘛哀声叹气的 晏哥哥 我 你们先退下吧 是 请吧 请吧 抱歉 上次我吓到你了 晏哥哥 我只是替我母妃感到委屈 所以才有点心急罢了 我母妃中毒之后 这件事情就被压了下去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云氏是谁 假如我没有办法还我母妃一个公道的话 那我这辈子都会活在自责当中 我听姑妃说 这云氏名叫云婉溪 原本 是负责圣上和公主的膳食 后来被宁平娘娘逃了去 就在负责临婉娘娘膳食的第一晚 宁平娘娘便中毒了 但姑姑说 这云婉溪是被冤枉的 凶手其实另有其人 那 凶手是谁 阿简山 夫君 我 我还想去警方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陆月儿 竟然怕一个新来的御师上司 才不是呢 我才不是怕他呢 我是怕 不是怕给你丢脸 傻瓜 你不会 御师上司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是个极重要的人物呢 是个极重要的人物呢 是 供应御师上司 供应御师上司 御师上司 你来 我 不知御时尚思 近些日可好啊 甚好 不知 不知御时尚思 我想吃你做的油泼辣子小面 你 你该不会是 是我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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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